成功渔港不管是平日或是假日 都有不少的游客抢买新鲜的渔货 不过刚上岸的渔在地上拖行喊假 难免让人观感不佳 县政府农业处将开始推行 渔货不落地的新措施 希望成功渔港进一步成为 多功能的观光渔史 台东最北边的成功渔港 空气中充满了海水的味道 每逢渔船进港 整个港区瞬间开始充满活力 民众对这样的景象可能习以为常 刚上岸的鬼头刀在地上一路拖行 一尾一尾慢慢集中 让渔贩刺进渔针 逐一挑选油滑均匀 肉质鲜美的上等渔货 新港最近我们也将来在推动 包括这个相来渔货不落地 能够直接能够用 不要放在地上拍卖 能够比较干净的方式来做处理 这个渔业鼠也做补助 另外在相关的环境 包括停车空间 包括相关的公共卫生 我们都做提升 让它觉得说这个港区 我们在这边买鱼 或者在这边在挑选鱼货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它是非常干净的 而不是张乱的 我想这个也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农业处向渔业鼠争取补助 让成功渔港净化成为多功能的观光渔市 超过600万的经费 将会有进一步改善渔港的容貌 现在都直接放在地上 将来的话就是用一个气 气民 然后去具 然后再放置 然后被漏地 然后这个整个环境的规划 现在都在做 将来完成了以后 我们也欢迎大家去看到 就它是整个很完整的 那一个气民 一个气民这样装置的 然后再做标售的工作 在过程当中 丢支在地面 直接跟地面接触 然后将来的清理 或者实际上它本身的环境的掌握 这个我想我们都要努力了 我们从新港开始在做事 开始做 改善完成的成功渔港 将会有渔获商品价 让渔民陈列和移动 拍卖区的地上 也会铺上防滑铁板 改善环境 将来的成功渔港 会是一个干净卫生的观光新景点 记者赖永诚 成功证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